注意看 这台机器太狠了 可以说是目前最暴力的轻量型机种 墙壁此生大概没想过会有被凿开的一种 如果这里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眼下这么粗的横向钢筋硬生生会钻断 连摄影小哥都被惊呆了 无端地比划着这些细节 可以说 当初把钢筋埋进去的师傅都没有脸看 只见老师傅手起刀落 就连厚重的水泥墙都被掏出了大洞 这台机器的马达就是这么的暴力 你不得不相信 这台机器百分百出产自台湾 换做其他人来 可能要钻到下一次的春节过年 且在那么小的地方工作 其他机型硬是钻了个裤衩 甚至无法进入工作区域 五英寸的空间 天然变得像是我买不起的别墅一样大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有人发现吗 看看这运转的速度 金斗云或是哪吒的风火轮 可能都没太快 随着师傅一阵丝滑的操作 操纵感丝毫没有任何停顿 还是猛如虎的向前钻口 我见过钻管崩裂的 打小就没见过钻到底的机器 竟然还能维持如此转速 除了爆肝工作的人 还真的是没看过这么无情的工作机器 换做其他的机器 那得卡到下一季冬季 你看到了吗 不费吹灰之力地 把墙壁钻得无地自容 就算达到这个深度 还是丝毫没有退缩的机器 我就问一句LD和Max 要怎么说